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了 这是中共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刘少奇做的政治报告中 提出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 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我们的现实的任务 就是要依靠一阵坏的家伙 和一阵走持起来的第一道个人民 团结外动了一切苦人团结的力量 身份利益一切把我们有利的条件 净苦人深沙地 反共国经济成为一个 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